今天我们做薄皮塌陷的糯米烧麦 半斤糯米 加清水浸泡 泡到用手能碾碎的程度 清洗干净 放蒸锅蒸熟 如果用电饭煮的话 少放一点水 煮的稍微干一点 因为糯米饭煮的太烂的话 烧麦容易塌陷 不成形 大火蒸15分钟左右 然后来和面 130个普通面粉 加30克淀粉 能使烧麦呈现半透明质感 也可以全部用成面粉 用80克开水和面 烫面皮口感比较柔软 加10克左右食用油 增加延展性 面皮就不容易破 揉成中等软硬的面团 密封洗面20分钟 然后来准备配菜 一小块瘦肉 先切片 再切丝 再切成丁 装碗备用 香菇两朵 洗干净去地 先切片 再切丝 最后切成丁 备用 最后再来的玉米粒 材料准备齐全 锅热加油 先把瘦肉炒熟 炒至肉末变色 加一滴老抽 先把瘦肉盛出来 锅里再倒油 把素菜全部倒进去 炒至断生以后 把瘦肉也加进来 翻炒片刻 沿着锅边淋入少许清水 在锅里还留有少许汤汁的时候 把糯米饭加进来 翻拌均匀 让糯米饭吸收掉锅里的汤汁 把成块的糯米饭拍散 加一小勺盐 一小勺老抽上色 然后翻拌均匀 关火出锅 哇塞 好有食欲 饧好的面团放案板 撒上面铺 把面团揉光滑 滚成细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将剂子按扁 擀成薄片 然后用擀面杖的顶端 沿着面皮的边缘滚压 把边缘这一圈滚成荷叶边 一会包烧麦的时候 收口处就会像裙麦一样好看 放上糯米线 然后收口 收口处不要全部封口 荷叶边翻出来 烧麦就做好了 这么大小的刚好做了36个 水开后转中火蒸8分钟 碰香的烧麦出锅了 软糯又有嚼劲 喜欢一定要试试 感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转发和关注哦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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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